王永昌 大家好 我是王永昌老師 是香港的畫家 也是這本書叫做俄羅斯艾術之旅的作家 我寫了這本書很詳細介紹俄羅斯的歷史 它裏面講了博物館的地址 你現在可以自由行去看博物館看些名畫 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很驕傲的民族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打他們的時候 全國的人民抗戰 死了五分之一的人 兩千多萬 他們不肯屈服 跟他們鬥爭 但他們是一個很輕卑的民族 俄羅斯的巴雷姆 是向法國人學的 俄羅斯很多文學和藝術 都是向西方人學的 俄羅斯莫斯科河 有一個比特大大雕塑 高舉了圖子 站在船上 這個圖子大約是三百年前 他去荷蘭學做船 他扮一個下士 很謙卑 扮下士學做船 結果他懂得做船 建立俄羅斯的海軍 現代化的海軍 做船 還有打仗更加厲害了 所以他是很詳細 很有計劃的 去學習西方 這個聶賓美術學院 也是二百五十幾年前去成立的 他收集了很多 意大利、希臘、羅馬時期的雕塑藝術品 做參考的教科 教科書的參考 資料 我會分六集慢慢講解 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 分六集 這本書你們都可以去買 去哪裏買呢 中華書稿 商務 三聯 可以訂購 俄羅斯藝術之旅 黃景昌著 台灣出版的 可以訂購這本書 叫他留一本書 大約兩個星期就可以送到 這本書很好 它有很多資料 這本書是講那個 博物館的地址 你可以查到的 還有有俄文的資料 我會講 列賓、美術學院 分六集 講完這個之後 我會講俄羅斯美術士 俄羅斯、列賓、蘇里科夫 還有 德烈貴雅、科夫 博物館 那這些 這些 資料 就 香港的朋友可能少些 少些看到 少些接觸到 我會早些早些講 好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講解 那個 列賓美術學院的故事 大約分六集去講 這是俄羅斯、比特寶的涅瓦河 這個河是比特寶的中心位置 非常靚 這個 比特寶是 以前 十月革命前的首都 它是新的城市 比較近西方的城市 它過半小線 搭火車去 大約一個小線 就去到芬蘭了 成為一個 現代化的 一個大的城市 就好像現在 我們中國、北京和上海 它是好像上海那樣的角色 它是比莫斯科更加繁榮更加大的城市 我們旅遊的時候 可以去到東宮 或者沙王時期的皇宮 去參觀 是非常之靚的 這是聶賓美術學院 這是古老的聶賓美術學院的洋墓 和現代是一樣的 建築大多數很普遍 它的歷史已經很久了 它的歷史就是 以前就叫做大國崖數學院 不是聶賓美術學院 十月革命之後 就稱為聶賓美術學院 那之前呢 十月革命剛剛起 在這個之後 就被一些人 改為自由工作室 就是 什麼都不好 就劃其理話 那 後來呢 投票 那 要 而 只有兩個人 堅持要自由工作室 大多數畫家 都 想 改 用傳統的教法去教 所以 這個我遲一點 會 和你們講這些詳細的資料 那為什麼不叫聶賓美術學院 那個聶賓美術學院 這個是正門 聶賓美術學院 培養了很多優秀的畫家 那 我們近代中國大陸的畫家 都很多 很出名的教授 都是在聶賓美術學院 進修的 真是深吵 進修 他們的學費呢 就很便宜 比英國的學費 但是呢 考試都很嚴 一定要你懂俄文 首先懂俄文 然後畫畫呢 都要畫得很好 那你知道 俄羅斯的艾術學院 他很保守 他仰用到校試 好像鋼琴 他都會考得很好 很認真 還有巴雷姆也很出名 那聶賓美術學院呢 他 考試都很認真 他大多數分為幾個科 一個叫做油畫 或者叫做繪畫科 一個版畫科 還有一個叫做雕塑 雕塑 還有一個叫做建築 這幾個科 那 建築鞋 你想不到 為什麼會有建築鞋呢 他有些教堂啊 設計啊 都是 要入這個艾術學院 去學習的 那所以 他的建築呢 是很美的 那俄羅斯的建築呢 地下鐵呢 可以顯示 俄羅斯的地下鐵呢 稱為 世界的 艾術宮殿 就是工人階級的 平民啊 每天上班下班都會見到那個 艾術宮殿 那他的地下鐵呢 很多雕塑 很多壁畫 很多罰雕啊 非常之 注重艾術的 那這個呢 就是 正門了 那這個呢 是他的 博物館的樓梯 那他 大堂一進門呢 正門一進去呢 就有一個大堂 跟著就有一個 博物館 有三層樓 博物館 這個是向遊客開放的 這個 向遊客開放呢 你就可以上去看了 那很多藏品 那 這個是 大堂呢 進去的一個大堂 正門進去的大堂 那這個是博物館的正門 那 進去呢 你就看到博物館了 這個呢 是他的 不公開的叫做 雕塑 博物館 是給那些同學呢 去畫石膏像的 雕塑的 博物館 那這裡有一個 阿叔呢 就看著 就不可以進去 那我很幸運 進去拍了很多東西 那我遲些呢 就大陸集的時候 和你們分享 俄羅斯 尼賓美術學院 希臘時期 羅馬時期的 雕塑 複製品 那 我遲些還有一集 是和你們分享的 那 這個是大堂 這個是大堂 旁邊的會議廳 那 他們學術論文啊 什麼開會啊 就是這裡 那這個是大堂旁邊的 另外一個我展覽廳 展覽學生的作品 上面呢 有些油畫 這些油畫呢 是 摩洛斯 三王時期派去 意大利 複製一些 物理復興的油畫 以及列寧時期 十月革命之後呢 都派很多人去 複製意大利 複製一些 藝術品 那 這個 下面呢 下面這一欄呢 就是 學生的展覽 那 這個呢 都是向外開放的 那 你們可以 去 去俄羅斯 莫斯科 比特寶的時候 比特寶 去比特寶的時候 可以參觀 那 當然 要買票 買票也挺貴的 這些博物館 那 這個是他們的博物館 那 這個呢 這個呢 是他們的學生的作品 下面這一層是學生的作品 那 學生作品 那 博物館上面那些展品呢 就是那些 歷史 比較舊的學生的作品 就是畢業生 或者是成功的畫家的作品 我會分很多集去講 聶賓美術學院的 講聶賓美術學院呢 我會講聶賓的故事 其實呢 聶賓美術學院 十月革命之前 十月革命之後 他曾經 改過名叫 自由工作室 差點就畫完 奇麗畫 後來 他也是 投票 大多數畫家 還有老師 師生 都希望聶賓美術學院 是 畫正統的 正統的歐洲藝術 那 這種 捍衛藝術的 表現呢 就高於政治 他十月革命之後呢 列寧呢 找了一個 不是共產黨的 列賓 去 想他回到俄羅斯 那之後呢 大約是四幾年的時候呢 改名為 列賓美術學院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們覺得 列賓是 好像 俄羅斯的代表 好像 這個 叫做 高爾基 托爾斯塔 這樣偉大的 人物 所以他們 會用列賓 命名 他們的學校 我會分幾集 和說他們的素描解法原理 等等 我們如果 香港搞過美術學院 呢 用什麼 命名呢 我真是不減去想像 可能是爭造裁 美術學院 唉 我們這個民族 真是 不要提了 我們不說這些 那麼 歡迎你們繼續收看我的 列賓美術學院 我會分幾集 去講解的 這次我會講 俄羅斯艾術師 把重點說出來 有很多作品 你們可以看到 是 和外面 或者是 國內的 書籍 不同的地方 例如 列賓 他是不是 共產黨 就不是 他是不是 親共產黨 部分作品 是反映了 貧困農民 貧困的 俄羅斯人 大部分 你們都想不到 是歌頌沙旺 我有很多張畫 跟你們講解 那 考會分解 我會有很多集 多謝你們欣賞我的 視頻 我會陸續講俄羅斯艾術史 列賓美術學院都有六集 俄羅斯艾術史 可能可以講到很多 接著講歐洲的美術史 羅丹 法國博物館 印象派 梵高的故事 梵高 為什麼是梵高 等等 多謝你們欣賞